花友们早上好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智利百合 顺便讲一下智利百合的种植 我今天有点小感冒了 嗓子有点不大舒服 因为刚好要去花友家里挖玫瑰 然后他也想要我的智利百合 那我就今天给他封猪了 其实封猪的最好时间应该是在秋天 他休眠的时候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棵智利百合吧 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品种 就是非常适合插花 插花的话你最好是选在第一朵花 打开以后就把它剪下来 进行水插 看我这一棵还是蛮大 养了有一年 从3月初开始开花 现在还有很多花包没有打开 它长得特别旺盛 因为边上种了小玫瑰 我是把它绑起来了 我尽量在抑制它的向四周扩展 当然这样也会抑制它的一些开花 我这边还有一棵 我这边还有一棵 这种是叶子带紧的 相对就要卖的比较贵一点 这个是我从Armstrong买的 你看 现在它是非常大的一层了 同样我也是控制它的施肥 然后绑起来 因为边上的玫瑰已经被挤得 弯向一边了 其实种植 这里百合在我们这里非常的合适 基本上种植月季的土壤 就可以种它 但是我并不推荐你把它和月季种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它的长势太过于旺盛 它比较喜欢温暖 但相对于比较干燥的生长环境 但它并不是非常的赖高温 在我们这里开花的时间 还是非常非常的长 基本到冬天 冬天以后这些枝条都会败去 然后第二年春天 就是一月份左右 它又开始萌发了 在三月份就开始开花 它的施肥 就用丹林甲均衡的肥料 就非常合适 就是大概半个月浇一次 看我这棵长得多大了 而且大概有七八十厘米高 如果我给它葛足水分的话 我想它可以占据这个花坛的四分之一 看 顺便看一下我的月季 长势真的非常喜人 现在非常期盼它的花开了 好我们回到智利百合 我们讲了它的那个 喜欢的土壤 它的生长习性 它的施肥 我们今天来做一下它的分猪 我可能会 它因为我的花友是喜欢这一种 我就可能给它从这下面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下面 你看 长得非常非常的茂盛啊 我这一棵的玫瑰跟它种得太近 因为这个是在大概 它没有蒙发出来的时候 我种下的 完全忘记了 这一棵会长得这么大 哦 还有一点 要需要提到的是 智利百合的 它的那个花后修剪 跟别的花卉完全不一样 我们已经看到了 你看 它下面完全是肉质的 就相当于一种草花 而且你看 下面真的是密密麻麻 完全没有空间 所以我们修剪的方式是 像这一只花瓣以后 我们就把它整个的一个枝条 都给它拔掉 从底下拔掉 因为这样的话 它可以腾出空间 给它新的那个枝条蒙发出来 我们会看到 这下面不停的有新枝条 从边上蒙发 好 我现在先停一下 好 我现在来挖一挖 给大家看一看 这里百合的根是怎么样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操作 并不知道它的下面的根 长得有多深了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用一条线 把它们完全的绑在一起 我就是不想让它往周围 扩展的太大 因为跟我的月计太近了 我现在把这个线条解开 然后我把土扒开 然后再给大家看 哇 这个还真的不好弄 你看它的根 就像这样特别嫩的 随便一碰就断掉了 你看 这么脆的肉质根 断掉了 好嫩啊 脆的 扒开很不容易啊 你看这下面 我扒了一个洞 这个蜂猪不容易 这个时候特别是在开花的时候 哇 这个非常不好蜂猪 所以如果要分出 最好是在种之前呢 你看 这就是它的根 长出来的样子 上面有一截 然后下面带一个盆大的 肉质根的样子 但这个实在太容易碎了 而且这上面也容易断 你看 这都已经断掉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已经搞出了这一团根 里面还有小嫩芽发出来 那它拿着这一团 里面有芽点 就为我们发新的 哎 我也第一次见识它的根 到底长什么样 看 这都是被我弄断的 这个连着 这个小细根 一碰就断 这上面也是一碰就断 哎 我刚才讲过 如果就是 你修剪的话 就在花结束以后 就从这个底端 一直一起拔出来 这样的话 它新的枝条萌发出来 又有空间 反正这个枝条已经没有用了 那种子的萌发 概率也不高 但是它是可以萌发的 那这只花就可以拿去做 插瓶了 看 这只蛮长的 所以它特别适合插瓶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